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帶著七篤鄉親好朋友 以及七篤區長馮奇安和秘書郭淑兒等人 一起在新完成的鐵路便當網美牆前合影 留下一張張好看的網美照 好好玩喔 還沒玩笑 這是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一心想要行銷七篤的好山好水 和各個景點以及美食小吃 因此特地牽線在地企業家 任養七篤鐵道公園裡面 一處老舊水箱同時請專業的壁畫達人 利用水箱牆面畫出一幅 以鐵路便當為主軸的網美牆 行銷七篤的鐵道公園 希望民眾來這裡遊玩時 多一處拍照打卡的景點 一起行銷七篤的美麗和魅力 那歡迎我們民眾有空的話 多到我們七篤的台鐵 就是我們這邊的台鐵的鐵道公園 來拍照打卡 一起幫我們自己的城市行銷 也歡迎外縣市的好朋友 有空的話都到基隆走走 尤其是七篤 七篤有很多的美好 包括我們的有瑞馬林山區 包括江子寮山 還有江子寮鋪 就是泰安瀑布 還有我們基隆七篤有名的 南興市場 就是我們的傳統市場 包括我們的信仰中心 如果有到七篤的話 一定要到我們的信仰中心 媽祖拜拜 還有我們昨天有辦了一場 非常盛大的媽祖孔明祭 如果說要借智慧的 可以來跟我們孔明來借智慧 楊秀玉努力行銷七篤的用心 也受到七篤區長馮吉安的感謝 也很感謝我們楊秀玉楊副議長 他介紹了他的畫家的朋友 來認養我們的這個雪箱 原本這個雪箱是已經斑駁了 色彩斑駁了 那在他的畫家的橋筆之下 也患難一心 由於基隆市文化觀光局之前 就為了鐵道公園布展 到今年年底為止 區長馮吉安和副議長楊秀玉 歡迎大家到七篤鐵道公園 走走看看拍照留念 特別是如果您不知道 七篤區哪裡好吃好玩 走上鐵道公園的月台 彩蛋就在月台的柱子裡面 你最近就是文化局 有在七篤鐵道公園 辦理了一系列的百年回憶的特展 那除了在月台上 有裝置了一些彩蛋 就是七篤區的各個景點 跟美食的地點以外 在我們七篤車站的站體裡面 也有一些微型模型的特展 以及有七篤報 七篤報裡面呢 也介紹了七篤很多 好玩好吃的地點 因為我們最近這個鐵道公園辦了 這個一系列的展覽 從這個六月二十二號到十二月二十二號 為期半年的展覽 那我們都會滾動式的調整 會有很多的一些市集 還有包括這個就是一些導覽 那歡迎民眾有空的話 多到七篤走走 那七篤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城市 歡迎大家有空來走走看看 副議長和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以及七篤區公所三方分境合集 各盡力量 就是希望為七篤的鐵道公園 注入新活力新風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